在煮避風糖炒蝦前 有一樣功夫一定要做 準備Crispy garlic 要炸一炸蒜粒 用多一點油 我用三分一杯 80ml 我用中火熱鍋 油熱鍋 我看到筷子起肚 我們轉到中小火 較小一點 因為不想煎焦 寧願慢慢煎 我這裡有兩個蒜頭 有50g 有時大一點少一點 沒什麼所謂 轉到中小火 然後慢慢煎焦 半煎炸 直至金黃色 為什麼要先做這個步驟 因為炸後 立即炒就不脆 我們要把它放涼 所以第一個步驟 要先做這個 放涼後才脆 火最主要要維持到這個狀態 即是你看到它正在炸 不要太急 但也不要像下去 也沒有反應 也不好 因為每個爐不同 總之看到蒜頭在這個狀態 就是最好的 約5分鐘左右 我看到它就轉了色 即是嘗一遍 即是焦炸 我就關火了 可以了 關火後 順便拍攝 我會浸均勻 立即用攝� paljon 放鍋一次 鋪平 讓它有快點交上聰明 快點開燙 快點 Boom of Dark 冷却,放涼,它就可以脆了 我還有少許 鑊不需要洗,因為有少許蒜剩也不要緊 待會爆鑊炒蝦 蒜香炒起來更好,所以不需要洗鑊 我這裡有400g的急凍老虎蝦 黑虎蝦 我會第一時間抹乾水分 用廚房紙 我會用味淋 一湯匙 四分一茶匙的鹽 還有四分一茶匙的白胡椒粉 醃一小時 用手去攪拌一下 醃了一小時 讓大家看看我放涼了的 Crispy garlic 脆蒜很脆很棒 聽不懂嗎?是說聲的 用這個方法來做脆蒜 我們就可以開始煮了 我剛才把炸蒜的油倒進去 因為這個油特別香 我們用來煮 我開大火 我覺得它暖暖的 放一隻手進去 我加些東西進去爆香 用一湯匙的山蒜 不是剛才做好的 然後一湯匙的薑蔥肉 一湯匙的薑蓉 然後 還要加一湯匙的蒜頭豆豉醬 來炸牛肉 然後要加一湯匙的蒜頭 要加一湯匙的蒜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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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蒜頭 然後你見我這裡 有40克蒜頭 放進去 這樣就爆香了 現在的蒜頭 打碗拿回来 很香 闻到香气 可以把草的黑胡虾放进去 用大火 炒一下 很香 这时候再加多一点甜味 1茶匙黑胡椒粉 黑胡椒增加香气 其实不是那么辣 再加2茶匙砂糖 1茶匙 加一茶匙 1茶匙 1茶匙 2茶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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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香 再加花椒酒就炸炸炸 然後攪拌均勻 你看到差不多收了汁 最後最後 我們先把Crispy蒜粒放進去 即是蝦已經熟透了 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再炒兩碗 好, 我已經做好避風糖炒黑虎蝦了